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告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禮拜三的一同愛自己單元 今天很開心的 我們要跟大家一起來健康檢查 年度大盤點 因為再過幾天就要進入農曆春節 我們要告別牛年迎接虎年 那在新年的吉祥話 一定就是除了賺大錢之外 就是身體健康啦 身體健康比什麼都重要 再多的金錢都換不回健康 這是真的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 還沒有生病之前 我們或者是在還不知道 我們有生病之前 在疾病才剛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找到他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幸運的 那也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開心 請到的是北投健康管理醫院的副院長 錢正平前副院長 來跟我們一起盤點一下 我們的健康檢查 來講講看 第一個當然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每一次我們會聽到很多人在問 就是我很年輕啊 我應該還不用做這種健康檢查吧 健康檢查感覺應該是比如說 以前會覺得50歲以上 現在可能會說40歲以上 也許做一個比較大的健康檢查 所以我們如果說真的是 我們平常在看健康檢查 我們是用年齡來分嗎 原則上應該這樣子說 年紀越大的確生病機會 生病的種類 各種疾病就更容易找上你 這個絕對沒有錯 但是現代人真的不是說 年輕人就絕對不會有問題 主要是因為現代人的那個生活型態 跟以前不太一樣 請問你是種田的嗎 不是嘛 你肯定整天都在看山西產品 整天坐在辦公室 所以會有很多這種三高的這種疾病 都會提早早上年輕人 所以真的真的 年輕一點就要開始檢查一些身體的狀況 比如說你有沒有高血壓 30歲的時候就發現開始控制的話 你未來的生活等你到了七八十歲 會比其他人好很多 不能等到50歲才發現 那你就有20年的空窗期都在高血壓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副院長也帶了一些圖片 來配合他的說明 讓大家能夠更清楚 就是說當然就是YouTube很有看得到啦 那我們就來講講 就是一般建議就是30歲嗎 可以安排做健康檢查嗎 其實30歲開始算是一個 還蠻合理的一個年齡的分界 當然如果你願意20歲開始其實也很好 並沒有什麼不行的喔 那原則上是盡量早一點 因為所謂的健康檢查 不一定說非得花大錢不可 很多甚至是根本不花錢的 比如說很簡單啊 你去一下診所 去診所看一下 最起碼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血壓 然後簡單抽個血也可以了解一下 自己有沒有這個所謂那個血糖的問題 膽固醇的問題 因為我最近實在是發現太多年輕人 二三十歲那個膽固醇就已經開始偏高了 那還有一些很基本喔 比如說你自己了解有沒有了解自己 有沒有B型肝炎 C型肝炎 這些好基本好基本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自己注意喔 這樣子才能對健康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那其實像年輕我真的已經想不起來了耶 我做健康檢查好像就是 進入到職場之後 有員工健康檢查 開始做的 其實在我們小時候啊 我們的小學啦中學啦 其實學校有一些很簡單的健康檢查 幫你檢查一下視力啊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會有一大段空窗期喔 就是從你上高中大學 大概就不太會有學校的健康檢查 然後接下來就等你進入職場 那可是當你進入職場的時候 二三十歲這一段年齡層啊 有提供簡單 非常簡單的一些健康檢查 但是也可以讓你知道蠻多事情的啦 所以並不是說 職場的健康檢查就完全沒有效 但是它真的比較簡單 如果你對於比較注重健康的人 可能還要自己想辦法多做一點 那像副院長你現在給我們看到的是 三十歲開始要建立 人生第一章的健康履歷 那這個部分的話上面有寫著 血糖身高 然後脂肪堆積 胃肠疾病癌症家族史這些 那這些東西是 這些東西是我們所說的這種比較簡單的 在公司做的健康檢查都可以 都可以看得到的這些指數嗎 這一類的檢查在一般 公司的體檢其實有蠻多會包括在裡面的 像血糖血脂肪肝功能血壓這些最最最基本的 那稍微好一些些的公司健康檢查 大概還會多一個超音波的檢查 這會檢查到一些你有沒有脂肪肝的狀況 還有女生最常發生的疾病乳房疾病這些 這些其實是靠一些超音波檢查檢查的出來的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其實是 可以說是最最最基本的 比如說抽血檢驗的部分 血糖血脂肝功能 這個應該都有對不對 一般的健檢血液檢查都有 血壓也有 那超音波的話 腹部乳房骨盆超音波 這都有嗎 要稍微好一點點的檢查項目才會有 那列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各位聽眾觀眾朋友 如果現在畫面上的這些東西 你還有缺少的 那就表示你的這個健康履歷 你的健康檢查真的還是很不足 大家要自己注意一下 30歲以上 目前政府有補助的免費篩檢的項目 有哪些呢 像那個子宮頸抹片 那還有如果你有那個吃檳榔 這些抽菸這些 那還會有一個口腔癌的篩檢 這些其實都是免費的 都是免費的 大家其實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這個其實看起來很一般耶 是 但是很重要喔 像子宮頸抹片 其實現在科技在怎麼進步 子宮頸抹片還是預防子宮頸來最基本 最有效的 但我的意思是說 30歲其實就有需要做到了 其實是需要的 這個是真的 現在我相信大家身邊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你電視上看到的一些知名人物啊 其實偶爾會冒出新聞來 就發現其實年紀輕輕的可能身體就會出一點狀況 好 所以呢 30歲要開始建立人生的第一張健康履歷喔 這個就回答了很多人問說 欸我才30歲喔 或是我 我現在28 9歲你就把自己當做30歲了喔 就是說我到底應該要做哪些的健康檢查的項目喔 那今天呢我們一開始就跟大家講了 大概以上我們所說的這些健康檢查的項目 其實你都應該要做了喔 是 下去歲左右 大家盤點一下這些是最最基本的 對那你新的一年要做嗎 欸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好多人都是在年後要去做健康檢查 不知道為什麼欸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們在年後的健康檢查的人 是不是也會約的比較多 欸老實講喔 這個時段比較少 但是這個時候是你最適合去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為什麼 人少人少 我跟你講 過年完嗎 對過完年喔 就是這個一二三月份是 會去做健康檢查人數最少的時候 奇怪 反而是年前最多嗎 年底最多 年底喔 每年的年底最多 對 因為過了七八月之後啊 過了七八月之後就會一個月比一個月 還要多人來健康檢查 欸大家這種事情總是喜歡留在最後 OK好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看其他的要跟大家分享 那再往年齡高一點的我們要做些什麼檢查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同愛自己我們來一個健康檢查年度的大盤點喔 今天請到現場的是北投健康管理醫院的副院長 錢正平前副院長 來跟我們聊聊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來做盤點 因為其實要根據每個人不同的年齡 然後可能家族史的不同 生活習慣的不同 其實每個人說真的要做的健康檢查 可能會有一些detail的項目不太一樣啦 例如你可能會覺得一般如果我們沒有家族史 我們也許說有一些癌症的部分 我們會覺得你的這個篩檢 或是詳細的比較大的檢查 你可以後面一點再做什麼45啊或是 是是是是 因為每一種癌症後方年級其實也不太一樣 對 但是如果比如說有家族史 甚至是自己的近親長輩 就父母親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癌症的話 那有可能你就要把時間提早了對不對 對 所以比如說有一些癌症 是有明顯的遺傳傾向的 比如說乳癌 大腸癌 甚至肺腺癌 如果家族裡面有這一類的癌症的話 其實本人都要稍微小心一點 可能真的要提早一點 開始做篩檢提檢的部分 好我們就來看看癌症 癌症還是大家在健康檢查裡面 其實最擔心的 我說兩個啦 一個就是癌症 一個就是心血管疾病對不對 這個這兩個都是 其實在 我覺得檢查實在太重要 我只能說太重要 那像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去年的 這個時候在北投健康管理醫院檢查出 這個肺腺癌非常非常初期 林奇很謝謝 很謝謝北投 然後再來就是比如說像我父親 我之前也有跟副院長聊過 就是他就是有點不舒服 我就是逼著他一定要去做心導管理 他覺得不用 他的醫生也覺得不用 我就是逼著他一定要去做 結果做完之後三條 主動脈 有兩條都是嚴重阻塞的 是是 所以我就說這種東西你不去做檢查 你不會發現 你發現的那一刻就是你已經倒下去的那一刻 對很多遺憾是這樣子發生的 太可怕 所以很多時候真的要在你沒有任何症狀的時候 大概就要開始注意健康的狀況 我們來看 衛福部每年的國人十大死因的統計 癌症都還是高居第一了 這個已經好幾十年了 這個不意外 那癌症裡面的項目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有幾項是特別多的 比如說大腸癌 如果男女生不分一起統計的話 大腸癌幾乎已經好多年都是第一名了 肺癌好多年都是第二名了 這個大家真的要特別小心 尤其這一類的癌症 早期都是沒有幾乎沒什麼症狀的 大家不要以為肺癌會有症狀 肺癌會有症狀的都是比較默契的 才會造成一些咳血咳嗽這些症狀 在早期的時候幾乎不會有任何症狀的 大腸癌是死亡率第一名嗎 還是發生率 發生率 發生率 因為大腸癌相對上 在治療上效果還算不錯 所以是發生率第一 對發生率第一 然後肺癌是發生率第二 是 所以我們以前說這個 台灣的國病是肝病 極限真的不是 不只是肝 肝癌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最主要的成因 還是B型肝炎C型肝炎 那自從大家開始打疫苗之後 這個真的一年比一年在減少中 那現在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副院長說的大腸癌肝癌 肺癌 這三種癌症 在109年 我們要說因為這個 癌症的這個統計 通常都會是在前一年的 就是因為統計年度的關係 109年 國人因為這三種癌症 死亡的有23891人 不過現在的醫療技術 其實很進步 大部分的癌症 只要早期發現都可以得到 不錯的治療效果 但是有很多的癌症在發展出 其實就如同剛剛所說到的肺癌 他其實在早期真的是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就要靠健康檢查 那我們今天就來針對這三個 主要的死亡癌症 來說到底應該要做哪些檢查 首先我們就來看一下肺癌的部分 好不好 肺癌是這個樣子的 肺癌其實比較單純 它的最有效的檢查 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可以早期發現的檢查 就是所謂這個電腦斷層 那因為肺部這個器官特性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技術是可以做到LDCT 就所謂的低劑量的 低輻射劑量的電腦斷層 那這種可以在非常非常早期 像我們的螢幕上寫的是 小於一公分 其實我們平常在看 常常大概0.2 0.3公分 就都看得疫情都出了 真的嗎 是的 所以我們 通常啦 通常甚至我們處理到最小的 甚至0.5 0.6公分 很早期啊 都是幾乎都是所謂原胃癌 臨期的肺癌 我們就已經把它給處理掉了 嗯 像我們主持人的這個 也大概是類似的狀況 我對耶 我後來我好幾個朋友有去你們那邊嗎 就都因為我的關係 就都跑去你們那邊 然後照出來大概0.4啊 0.5 0.3的都有看到 對 那我們這個平常真的是滿常發現的 如果是很小的喔 像這個主持人講的0.3 0.4 這種小小的這種病灶 有時候裡面病還沒有 病還沒有開始產生癌病變 這時候我們都還可以採用觀察的方式 那現在比較積極的做法 通常是等病灶喔 真的有在成長 超過0.8公分以上 開始會做積極的處理 欸 問你喔 你們去年一年有照到多少 嗯 初期的 對 去年的老實講還沒統計出來 我們講前年的 前年我記得50個嗎 50個超過50個 超過50個 我覺得你去年一定更多 欸 我相信是 但是因為現在1月份 還沒統計出這個值的 欸 下次我要問你 好 我一直覺得你們去年一定有更多照出來 為什麼因為去照的人更多了 是 現在真的大家慢慢有這個 有這個意思喔 所以知道這個非不非得靠這個電腦斷層 或是我們換一句話講喔 我們平常最簡單的健康檢查 會照一張X光 嗯 那X光喔 1公分以內的病灶 80%以上是連看都看不見的 嗯 如果你看得到的喔 3公分 5公分 哇 那個幾乎都是比較晚期的 我們上次有針對這個部分 特別去比較了各個不同的檢查方式 看得到的樣子 所以如果上次 聽我朋友有看我們那一集 也是北投健康管理醫院喔 請他們來講喔 那如果你們有看 你們應該都知道 好 所以這個肺部的篩檢 我相信在 如果你是我的聽眾啦 你大概已經聽到耳朵都掌檢了 就是低計量電腦斷層 是 LDCT 那如果今天是肝癌的篩檢 我們要能夠早期發現 然後因為大家都覺得就是抽血嘛 是 抽血還是有差嗎 抽血是這樣子的喔 抽血可以最基本的了解 有沒有B型肝炎 C型肝炎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致病因子 幾乎最重要的喔 80%以上都是這個造成的 然後抽血還可以觀察一下肝功能 肝功能指數 我們常聽到GOT啊 GPT啊這些 還有一個胎兒蛋白 但是這些大約可以反映出 80%的肝癌 還有20%比較早期的喔 這20%幾乎就是都是早期的 那個是用這個抽血啦 比較難發現的 腹部超音波喔 腹部超音波如果在檢查肝癌方面的話 兩公分以上的可能效果會比較好一些 兩公分以內的腹部超音波 常常也不太容易造的出來 兩公分大概是通常我們 如果在病症上的判斷它會是 兩公分通常就是所謂最早期 跟比較後面一點的這個分歧了 兩公分以上我們就算 稍微比較大一點的肝癌了 就有的時候啊 因為肝癌其實是蠻容易往外擴散的 肝臟這個器官本身特性的關係 它本身裡面本身就像一個海綿一樣 所以裡面有細胞是很容易在肝臟裡面移動的 所以它可能可以從一公分 兩公分兩公分就開始往外面開始漲 所以一旦肝臟裡面出現多顆肝癌的話 有時候治療上會比較稍微有一點 沒有辦法太徹底 再來MRI MRI是這個樣子 MRI它的特性是在於它沒有輻射線 所以它檢查肝癌是可以非常敏感的 而且不要說兩公分 一公分 0.5公分左右 其實都可以看得蠻清楚的 那還有一項檢查是電腦斷層 其實醫院裡面如果在超音波 有發現問題的時候 會採用電腦斷層檢查 也是相當清楚 其實它跟MRI其實是差不多清楚的 只是它有一個輻射線的問題 這個跟剛剛我們檢查肺部LDCT不一樣 這個檢查肚子的這個電腦斷層CT 必須用到把輻射線的量開到比較大 所以它會變成拿來做健康檢查篩檢會不太適合 那所以我們在健康檢查裡面的肝癌篩檢大概 會是前面這幾項是不是 是基本的會用超音波 那好一些的高階一些的會採用持症噪影MRI 那CT的話大概就只有醫院 醫院會在生病的人身上使用 就是可能你已經發現不太 狀況不太對了 是 然後你去醫院 然後他可能就會幫你做CT的檢查 對 好 所以這是肝癌篩檢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大腸癌的篩檢 糞便淺血 這是大家比較知道的齁 糞便淺血這也是一個免費的 政府的一個健康檢查項目 但是大家想一下這個很簡單 前血那最基本的你這個大腸裡面的這個病 要先有流血它才查得到 對 如果你這個是比較早期的 比較小顆的 或者它甚至還不是癌症 它只是一個息漏的階段 它根本不會流血 你這個並不容易查得出來 沒錯 那內視鏡檢查我覺得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它可以看得非常詳細 像好一點的內視鏡幾乎都可以看到0.1 0.2公分的 這些微小的還在息漏階段的病灶 而且它的最重點最重點 它可以看到息漏的同時 就把它給切除掉 對 預防它以後變成大腸癌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腸鏡這個是一個 不可或缺的一個檢查 甚至現在聽到一些很多藝人名人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大家可以早一點 40歲左右應該就要開始了 40歲左右就可以來做大腸鏡了 好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幾項的癌症 等一下我們會講更多健康檢查的關聯 那可以到直播這邊來繼續看 今天我們禮拜三一同愛自己很開心 請到北投健康管理醫院前振平副院長 來跟我們做一個健康檢查的年度大盤點 謝謝那剛剛在這個廣告期間 其實我們直播都沒有停 我們在為這個直播上面的朋友留言區 有非常多的留言 都在問一些就是健康檢查出來 發現有些令人他自己擔心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前副院長這邊都在幫大家做一個線上的解答 那所以如果聽眾朋友們 你們也有一些疑惑的地方 我覺得前副很厲害 就是真的是健康檢查專業中的專業 反正任何人寫任何不管哪一個 不管哪一個地方哪一個數值 你都可以告訴他這個是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如果朋友們你們也有一些問題的話 歡迎也可以打開你的電腦或平板或手機 上YouTube搜尋非鐵聯邦網正在直播的就是生活同樂會 你會看到同文我還有北投健康管理醫院的前振平副院長 在這裡跟大家聊聊天 那剛剛其實講到了幾個 包括肺癌的篩檢 然後大腸癌還有肝癌 結果我們剛剛其實剛剛有一個東西 後來我們沒有講完的是大腸癌對不對 大腸癌然後後來剛剛因為我跟您剛好講到我一位朋友 所以也講到了這個他在大腸癌之後每三個月 手術完之後每三個月要去抽血 我說不知道是抽什麼你說就是抽這個 所以我覺得我們把大腸癌的篩檢了把它講完整好了 是因為這個是癌症最多所以要小心注意 對剛剛有講到這個最最普通的糞便淺血 可是他的他的這個陽性就是真的能夠確診的這個機率實在是有點低了我覺得 那如果是早期的還沒有癌病變之前的這些不容易反應的出來 如果真的如果大家因為政府有這個免費的檢查 大家去做了之後如果發現有淺血的話 那真的要很小心喔 因為就怕整個腸胃道裡面有出血的一些病灶 那真的要找醫生好好徹底的檢查一下 對然後再來我們剛剛講到了這個大腸鏡的檢查 這個是非常非常鼓勵大家要大概幾歲以上應該要開始接受大腸鏡檢查 我個人建議最慢40歲 40對不對 因為現在因為我們平常在看 30幾歲得大腸癌的其實也都開始有了 欸我好像也是40初我大概是42、23歲第一次做大腸鏡喔 是是 對然後還好醫生那時候就跟我說 哇小姐你的大腸非常的漂亮 我說欸我很少聽到人家稱讚我 外表漂亮OK很少聽到人家說我大腸非常的漂亮喔 那那個開心度跟稱讚你的外表漂亮是一樣的開心 因為就代表不用太擔心 然後大腸鏡也不用每年做嘛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會看上一次的檢查結果 如果真的是漂亮一點病灶都沒有 其實大概三到五年做一次是可以的 對那時候我就是被告知您五年後再做就好了 再來有一個是乙狀結腸鏡檢查 這個位置不太一樣對不對 這乙狀結腸是大腸的一部分 我們從肝門口進去第一段是直腸 第二段就是乙狀結腸 那這個意思其實就是說 如果一般你如果做那種 有感的沒有麻醉的大腸鏡 有時候有些健檢中心會做這一種 比較等於比較短 可能二三十公分的 基本上你要做到整個大腸的話 大概要八十到一百公分 對對對 那你就做短一點的 比較沒有那麼難受的 但是他就看的不完整啊 那還是大腸鏡好了 當然當然當然 因為大腸鏡它是完整的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我們說的血液腫瘤標記 CEA 這是一個跟大腸癌有關的指數 只是這個指數如果拿來單純做篩檢的話 有時候可靠度還不夠 就是說如果腫瘤比較早期的 零期一期的 其實不一定會反應的出來 所以只靠抽血啊 有點小風險在 我都跟我們的受檢者說 健康沒有輕鬆的 大家以為抽個血就可以做個健康檢查 其實效果還是有限 所以只靠這個要真的很小心 我還是再推薦一次大腸鏡 大腸鏡才是能夠完整 不僅是檢查 甚至它還是一個預防 那真的是真的是很有必要的一個東西 好所以這個大腸癌的三檢 最後還有講一個背戒X光射影 這個是傳統醫院在使用的 現在應該比較少了 這個很少 因為它基本上它辛苦的過程 就是前面要吃低渣食物 要喝蟹藥 然後做的當中還要在腸子裡面打空氣 這些整個過程 它痛苦的部分都跟大腸精一模一樣 然後它還不能無痛還不能麻醉 那做的檢查效果也不如大腸鏡 所以這個檢查幾乎已經非常少用了 好 那講完這個癌症 因為大家還是最擔心癌症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就來講這兩年 其實除了癌症之外 大家最關心的恐怕還是疫情 COVID-19疫情 是是是 那你說這個COVID-19疫情 有些人說 當然有些很不幸的就是 因為COVID-19它可能 留下了一些比較大的後遺症 甚至是失去了性命 可是大多數的人 我們其實是在 戒慎恐懼當中度過這兩年的時間 是是已經兩年了好快 很快喔 好可怕你覺得還要幾年呢 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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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兩年真的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喔 其實有一些後遺症已經開始跑出來了 沒錯我就要講 我就說這兩年呢 因為說真的去年的這段時間 去做健康檢查的人也變少了 雖然以北投來說 因為北投他們是只做健康檢查 不會跟疾病的這個看病的人混在一起 因為他們就只做健康檢查 那你的疑慮會稍微低一點 但其實還是那一段時間 還是有人就是比較 是大家不敢去公共場所 可是當開始慢慢的 有人開始回來這個做健檢之後 你們好像也發現了一些COVID-19的後遺症 跟肺無關的後遺症 跟肺沒有關係 純粹大家防疫整天關在家裡 你知道很多人本來會去健身房的 會出門去公園運動的 現在通通都沒有了 這兩年來很長的一段時間 真的會產生一些後遺症 比如說三高的問題開始跑出來了 膽固醇高起來了 血糖高起來了 然後骨質疏鬆開始增加了 肌肉量開始減少了 這些其實都是長期宅在家的一個後果 所以肌肉骨骼 我們講到肌肉流失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因為這些年一直在強調肌力的重要 肌耐力 是是是 那骨骼大家第一個想到 可能就是骨質疏鬆 對 其實你不出門不曬太陽 骨質疏鬆的就會比較嚴重 對不對 然後沒有做一些這個適當的運動 不但是肌肉有這個流失的可能性 其實對於骨骼骨質疏鬆的流失也是有可能的 對沒有運動會讓肌肉量減少 骨頭的密度就是骨質流失增加 這個通常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反應 你如果說宅在家一兩個月可能還不明顯 但一兩年就有了 一兩年真的就開始出現了 那像這些我們要怎麼做檢查呢 我們也有一張圖片配合著來看 像大家圖片上看到這種骨質密度檢測儀 這個是全世界的一個精標準 你比較精細的或者甚至說準確的 準確的骨質密度一定要靠這種儀器 一般常常會一些藥房 或一個社區篩檢會檢查那個腳後跟 很多檢查腳後跟的 那個只是稍微參考一下 那個準確度並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真的要完整了解一下自己的骨質密度 一定得靠這一種儀器才行 對這個叫做DXA 對 骨質密度檢測儀 對有時候叫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測 它可以同時檢查出骨頭的密度 骨質的密度 還有你的肌肉的量 還有你的脂肪的含量 我們講骨質密度肌肉 我們的年輕朋友可能 可能感覺不深 但是我們講到脂肪量的話 尤其這些年輕小女生大概眼睛都一亮 這個還可以檢查出你脂肪的含量 而且我跟大家講 這個才是真正的 因為平常你去什麼in body上面的檢測 你看到in body檢測的 這個體脂率很漂亮 你不要太開心 你做完這個之後 你就會知道原來那個東西 真的是參考用而已 這個就真的很準 因為這個是你躺上去 它是從 這是整個全身掃欸 對它是全身掃描 我們一般像主持人講的所謂in body 這些健身房這一類的 那個主要靠那些 電阻的那些測驗 那個其實準確度不是說很好 當然可以長期可以參考啦 如果你有一個長期的數據的話 可以知道增加減少 但是如果你知道 想要檢查出一個正確完整精準的數據的話 還是要靠這種儀器 所以肌肉跟骨骼就靠這一台 做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完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 如果你要知道自己的肌肉骨骼的狀況的話 可以做的檢查 那除了我們剛剛前面說的一些 你必須要做的健康檢查 還有癌症相關 大家最關心的之外 其實也不要忘記肌肉骨骼 其實對於自己也非常重要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檢查 你建議幾歲以上要做 其實我們可以年輕一點看 比如說30歲我是建議就可以開始做了 因為你30歲 35歲 40歲 你長期看下來 你會很容易看到自己的肌肉骨骼的變化 你才會有一個警惕的一個心理債 你如果等到40歲 50歲才開始說 你一開始看到就是比較低的 這樣反而不會警惕到你 好 那當然這個疫情的燃燒看起來是 即便在台灣我們一直說 我們剛剛也在跟院長聊天 台灣其實真的算蠻幸運的 跟其他各國比起來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其實 你就覺得他好像要爆 可是他其實很快的又 可以維持在一個水準 就跟國外那種好可怕 就是什麼單日200萬 確診 當然因為我們小啦 人也少啦 隨便都好幾萬好幾十萬 上百萬 上百萬一天單日200萬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什麼數字 這根本是難以想像 那但是說句實在話 這個疫情感覺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盡頭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當作感冒化來看 恐怕也是要一段時間之後了 至少等到藥物成熟 疫苗更成熟 那所以短期之內 大家還是沒辦法旅遊出國啦 那也就造成國內旅遊大爆炸 就是大家從北到南 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 就是國內旅遊大爆炸 但是其實在旅遊的時候 大家通常都會擔心自己 可能會增加染疫的風險 但是有一種旅遊方式其實 是讓你可以更清楚自己身體健康的狀況 對不對 主持人這樣子講的話 我們就不得不講一下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醫院啊 我們醫院是所謂所謂推行這個 那個旅遊健康旅遊 就是基本的你可以做個健康檢查 那健康檢查從簡單的到最精密的都是有的 都可以很完整 幾乎所有跟健康檢查相關的項目 在我們醫院通通都有 那同時還可以放鬆自己 因為我們醫院就在所謂新北投 大家知道新北投是一個溫泉勝地 好山好水 對風景很漂亮空氣也好 那我們又剛好跟這個 我們的那個老爺酒店是結合在一起的 同一棟建築裡面 所以很多中南部 中南部的朋友來 我們剛剛講到要做大腸禁 大腸禁其實前一天要吃蟹藥的 其實蟹藥把那個腸子排泄乾淨 所以很多中南部來 乾脆就住在我們的老爺酒店裡面 然後有舒適的環境 有溫泉可以碰 同時還可以清腸 然後隔天一大早就下來我們醫院做檢查 你們的蟹藥說真的還蠻好喝的 很多很多這樣稱讚過 我跟你說 這很奇怪 當然沒有人 我跟你講喝完之後的那個過程 還是很痛苦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喝過別的種 我覺得好難入口 你們家的真的還不錯喝 我個人覺得也還不錯喝 對啊 好像有什麼水果味道 我就忘記了 雖然是去年才喝過 我自己都定期兩年做一次大腸禁 我自己都做 對我自己兩年做一次 所以你講的各種口味我也都嘗試過 真的 我跟你講喔 那個健康檢查前要喝蟹藥這件事真的很痛苦 不是只有喝完之後痛苦 有的時候那個蟹藥本身難喝真的很痛苦 他們家真的那個口味還不錯 那剛剛有講到這個醫履 其實你們以前一開始就是在做醫履 但是醫履通常比較是針對外外縣市或是國外的朋友 那其實像是現在有一些很多朋友 因為像蠻多聽眾或者是粉絲 常常都會私訊我問說 同文主播你在哪裡做的檢查 那在中南部有沒有推薦的 那說句實在話 如果你要做全身健康檢查 其實大醫院他一定都有自己的健康檢查 但是如果你就是想要不要去醫院 然後你會覺得來台北很麻煩嗎 好像也還好 對你就當做來台北這個兩日遊 是啊是啊順便做個旅遊 這其實挺好的 那個北投那個北投老爺酒店 就在你們樓上還樓下 在我們樓上 樓上是不是 同一棟建築物 所以你們是就是等於有結合嗎 所以如果今天是中南部的朋友想要上來 真的想要上來玩 順便有一天來這邊做半天而已啊 健康檢查應該是半天而已對不對 如果你做到最完整的話可能會花到一天 但你就是等於住在老爺嘛 然後你就可以周邊玩 那個北投那邊其實 新北投那邊真的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往上去走 還有旁邊就有公園 他們那邊真的很棒 他們那邊旁邊就是一個很很棒的公園嗎 一個現行公園 裡面有非常有名的所謂的綠色的那個圖書館 北投圖書館 那個是綠建築的標章喔 那真的是標竿 然後沿路有很多這種日據時代就開始有了這些溫泉 然後最上面還有一個地勒谷 對 其實蠻適合蠻值得在這邊做一個半天的旅遊 而且地勒谷這兩年 上次我跟那個北投商圈的那個會長在聊天 他們說現在正在做一些整修 所以地勒谷到時候又會以全新的風貌來開放喔 以後來這邊喔 來做個健檢喔 住住老爺酒店 然後呢在新北投玩個一兩天其實是還不錯的 就是可能在疫情還看不到終點的時候 想要兼顧健康又可以走一走輕鬆一點 這倒是一個選擇啦 是是是 好所以今天其實介紹蠻多 那當然我們這邊的這個 YouTube上面的問題還是很多 我們也花一點點時間來回答我們YouTube 這邊我們剛剛沒有回答完的問題 那麼有人問說 呃就是問到肺結結 說家人做了一個做了檢查之後 有一個0.5公分的肺結結 那醫師有開CT 但不是開低劑量斷層請問解析度有差嗎 CT解析度更好啊 CT的解析度其實是更好的 對 但是問題他輻射線多蠻多的 會多個五到十倍 嗯 那用低劑量 低劑量CT的話 LDCT的話輻射量低很多 但是看得足夠清楚 嗯 那 這個原因是這樣子的啦 這個這個我一看就知道 這是因為在醫院喔 醫院的習慣就是 就是直接開CT啦 那因為醫院啊 醫院不太管輻射線這件事情的 嗯 那如果你是在健檢中心的話 大概會採用LDCT LDCT對於0.5公分的結結 已經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絕對足夠的 嗯 應該是說醫院他主要還是 以診療疾病為主 是是 所以他當然還是用CT在做嘛 對 對但是健檢不是 健檢不是 健檢還要同時兼顧你的健康的狀況 嗯 最起碼在檢查當中 不要做到會 有傷害身體細胞的事情 好 那剛剛醫生在跟同文講到的 全部檢查是指什麼 哈哈 我做很完整好不好 我做的那你把我去年做的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我做的是什麼 全身的MRI 全身的MRI加上肺部的低激量CT 加上腸胃鏡 還有這些骨質密度啊這些 還有其他一些眼科 耳鼻後科啊這些全部的檢查 全部加在一起 就是所有 所有目前醫學上你能想到的健康檢查 全部都加在一起 你這樣講我覺得好厲害喔 我去年做一個這個 除了就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找出了一個0.9公分的結結嘛 是 但是除了那個以外 你說我100分啊 是啊 對不對 其他部分都非常好 然後呢 把它給這個處理掉了之後也就100分了 是 沒有錯 所以我們剛剛我剛剛是在問院長說 副院長說 那我最近到底今年還要不要再去做一下 那其實就可以看一下 去年做的一些指數對不對 我剛剛就答應主持人 我們回去之後 詳細幫他設計一套方案 看今年應該檢查什麼 而且最好笑的是喔 去年我們還做了一個 看到我的脊椎說我天生少一截 你記得嗎 是 天生少一截 然後呢 好像是第五還是 第五 第五段還是第六 那個 就是最最 腰椎上面的那段是不是 我忘記了 脊椎啊 脊椎它其實是有一個 一般人正常啊 頸椎有七截 胸椎有十二截 腰椎有五截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尾椎 對 那偶爾有的人會多一段少一段 那 就少一段就會讓主持人看起來比較嬌小 對 所以我就問他 他就說我少一截 好像是腰椎嗎 我忘記了 通常是少腰椎 對 腰椎少一段 然後他就說所以啊 你是不是會有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腰痠 我說對 我也覺得 少一截會讓整個腰椎的幅度會差一點 對 然後也少了大概三公分到四公分 差不多一截肌椎大概會讓你少三公分 三到四公分 所以我本來應該可以有一百五十六公分 哈哈哈哈 就是很有趣啦 就是做完那個檢查之後 你聽到他們在幫你解說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哦 在幫你解釋一下 人體最好還是有很多其他的父主 怎麼可以有養坨 好 纤维线流 一般比较常用的讲法 在台湾是用纤维线流 那纤维线流对女孩子来讲 其实的确是算蛮常见的 大多数还是属于良性的 那一般啊 如果没有出现恶性特征的 这些纤维线流 一般是采用定期追踪检查就可以了 OK好 那刚还有个人说 痣要怎么自行分辨 是不是癌症 痣 通常是说如果突起 或者是他有流一些东西 基本上有一些特征哦 你可以看他是不是一直持续在长大的 然后他的边缘有没有 有没有往一边 特别容易往一边生长的 就是他不是正圆形的 然后是不是开始有溃烂 会痒会痛的 这些都要特别小心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看一下皮肤科 医生帮你看一眼 其实皮肤科很好挂啦 就不用自行判断了 我觉得你就去挂一个皮肤科 让专业的帮你看一眼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 钱振平副院长来跟我们聊聊天 希望大家在年关之前也盘点一下自己的 身体健康 那假设说想要在年后 来做一个全身比较完整的健康检查 刚刚副院长说时间蛮好的 因为那个时间其实是人比较少的时候 不用排太久不用等太久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副院长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